好 我們要帶你來看到這個是商業週刊 這一期的封面故事 掠奪之島 你說什麼掠奪之島 我們臺灣是科技之島 但是我們要成為科技之島的背後 掠奪了我們的環境些什麼呢 我們付出了哪些代價 我們來看看國真哥 這個是這一期的封面故事 對不對 先說結論 看見臺灣十年前拍的那個洞還在 可是經濟環保是可以兼顧的 所以我先說結論 那個洞還在那裡 還繼續在 但是事情有點不一樣 在經過了四個行政院長 兩個立法院長六年的修法之後 他重新修法過了 確保原住民的權益跟環保 也讓礦業可以持續的去做 那最大不同就是以前可以直接挖到地心 也沒有人管 現在我們經濟發展需要多少才可以挖多少 所以洞有多深挖多少量 是看我們經濟需求 我們臺灣要往哪裡走才可以挖多少 最大的差別是在這裡 所以經濟與環保 在經過看見臺灣十年之後 是可以改變的 所以看見臺灣那時候發現的 所謂的河川汙染問題 我們就去算十年來 臺灣哪些地方的汙染最嚴重 哪個企業汙染最多 所以七月十九號也只有兩個多禮拜前 我們在這個地方拍到了這個水 還是這麼大的紅色的廢水照樣往我們的河川裡面拍 這是臺灣而且是兩個禮拜拍的 我們的很多的企業根本還是沒有開污染防治設備 就把這個紅色的廢水往河裡拍 那我們就去為什麼來這個地方拍照呢 因為這是過去臺灣污染最多被裁罰的地方 桃園觀音工業區的放流口 這個是它裡面的其中一家工廠排的水 所以我們真的有三代河流嗎 十年後我們沒有 所以往下一頁去看 那我們就去再去統計 那臺灣哪些河流的污染最嚴重事件最多嗎 很巧的是壞同學幾乎在同一班 這就很妙了 在排名幾個最多污染次數被裁罰最多的 全部都集合在老街溪 桃園老街溪的旁邊 包括中林工業區 大園工業區 觀音工業區 我們剛才說的那個工業工業區 那個廢水口 我們就去探討說一條溪 為什麼發生成這樣污染事件 怎麼這麼多 而且全部都是經濟部 是最大的污染的被裁罰的人 也就是說最大污染者 是我們國家經濟部 我們就去問原來工業區 太老舊了 那很多的新產業進來 所以這條溪 其實短短的才37公里 你知道它產值有多高嗎 它產值是3兆 比主殼還要多一倍 全世界最大的手機 以及AI伺服器的供應鏈的零組件 就在這個地方 都在這裡 對 那我再來講這條溪 為什麼這麼偉大 我們看龍潭科學園區 2014年的時候 那時候台積電被三星搶走的 14奈米 蘋果A9的訂單 那時候梁孟松加入 台積電加入了三星 碳匠加入加快的所謂的 三星的晶片研發 所以A9的 蘋果A9手機晶片 是被三星搶走的 台積電那時候推進到16奈米 可是那時候魏哲嘉跟劉德英 做的一件事情是什麼 他跑到龍潭光科學園區 買了高通的廠 開始去發展一個東西 叫Cold Wars先進封裝設備 就在這個地方 就在這裡 超越了蘋果的秘密 以及到現在還在喊說三星 要拿所謂的 Cold Wars晶片的訂單 還是這個地方最強 可是環保監督委員會 就會發現 台積電來了這裡之後 銅排放 台積電的銅排放 雖然合格 但是它會對老街溪 整條溪的銅總量 還是會造成影響 因為大家都在排 加起來就超過了 就時不時超標 有時候超標 有時候沒有 所以就會 這條溪叫做藍色多腦核 因為時不時超標 所以這是不是應該 政府要總量管制 對 沒錯 可是總量管制 就會發生一個問題 齊頭是總量管制 其實無法符合現狀 再來是我們的產業發展太快了 我們的設備其實跟不上 所以我們從這條溪 看到這個故事 所以要怎麼去總量管制 去觀察 往下一頁 所以我們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這是我們去採訪看的 其實就要去 因為現在有非常多的前瞻建設 把河岸弄得很漂亮 鼓勵大家去清水 河岸低排還有豪宅 可是河水怎樣 你要怎麼判斷 看河裡面的魚就知道了 所以如果你河裡面只看到吳郭魚 你千萬不要清水 因為那是可能是嚴重污染地區 那看到什麼 吳郭魚水再髒 它都可以活 對啊 所以你看到 這是環保署提供的資料 所以你用這個方式就可以判斷說 我們看見台灣說 看見河裡的魚 你就知道清水的時候要小心 有沒有污染 這樣判斷就可以出來了 那我們再往下一頁 看見台灣 我們看見河流 可是山到底有沒有破壞 所以我們就看到整個足東的山 足保山的山頭 有九十四公頃的土地 正在整個山頭全部被挖框 本來都是漲樹 本來有稻田 全部都挖掉了 那這九十公頃的土地 蓋了所謂的兩奈米的晶圓廠之後 損失的還不止這些 我們再去看所謂的發生 會產生多大的排擠效應 他用的水 把它算完之後 它已經比六青還要多光蘭 兩奈米了 比六青 所以一天要用到29萬噸的水 那石門水庫 一天供應量只有120萬噸 所以新竹就會發生了 晶圓廠不斷的蓋出來 頭前溪越來越小 很多取水口是在工業區 或是在一些廢水排放口 所以就會有一句話喊出來 叫做工業喝好水 人民平均所得最高的人在喝廢水 就是這個現象 再來用電量非常高 所以你以為只是把九十公頃的山挖光嗎 看到下一頁 如果九十公頃的電要換成綠電的話 它可能要幾千公頃 那全台灣其實不斷的把所有 我們把所有的土地又算出來 其實有很多縣市 好多的大岸森林公園的土地 都被開發變成了所謂的光電板 所以有一天我們會看到 山上是長的是晶圓板 晶圓山 河裡是手機河 因為同時不值超標是藍色的 再來我們看到我們龍田 都蓋上了光電板 因為到了2050年 我們總共要用兩個台北市大的土地 來所謂的蓋上光電板才夠用 當然我們提出這個問題是 十年前我們可以做到 經濟環保可以建固 我們現在可不可以用跟礦業法去算出 我們應該經濟發展在哪裡 我們應該耗費多少土地跟核酸的資源 事實上是前日本的經濟財政大臣 那他同時目前是叫做 日本半導體戰略推進議員聯盟的會長 所以也就是說 在整個他們日本政府要制定相關的 這個所謂補貼方案 或是說政策裡面 他是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他才會叫做所謂的 日本的經濟撒謊 那現在因為我們知道說 台積電已經有第一座廠 那第一座廠來說的話 就他的說法來說的話 因為日本是補助了大概約莫一半 那還有包括說像這個 Sony還有電裝都投資非常多 所以其實台積電在第一座廠 他投資金額是不多的 那連他自己都說 我們對台積電的第一座廠的 補助金額是不尋常的 那目前不尋常的多對不對 對 不尋常的多 那第二座廠來說的話 他說一般來說 就是一般支柱三分之一 所以他說認為說 日本的這個台積電的第二座廠 他們會願意支柱三分之一 左右的一個數字 好 那他說日本今年的 這個補貼計畫來說 應該還會再增加約莫一兆日幣 折合美金是70億美金 那台積電的一場 已經拿了190億 那二場大概拿 大概三分之一左右 或是二分之一 這個當然還要再談判的一個狀況 好 那我們講 這是日本目前出錢的情形 那我覺得其實 以目前各國都在推 所謂他們各國的晶片法案 像歐盟 日本 歐盟的德國 義大利 除了歐盟之外 德國 義大利 法國都要推出 相應的版本 那美國也推出了 那甚至連印度也要做 那連中東的國家也要做 但是我覺得 其實這些國家 大概都做不起來 真的有可能會成功 就是日本